那您的意思 您现在跟他组建的这不是家庭吗 不应该负责任吗 他讲话不就一张纸吗 我说咱俩有结婚证 他讲话不就一张纸吗 那我的理解是 那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张纸吗 如果要是说 你们两个人之间仅仅是有一张纸 他觉得无所谓的话 那他跟他前妻恐怕连这张纸都没有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两个家离得也挺近 都是东北那边的 人家俩亲戚也都认识 同学也都认识 所以我就是个外人吧 杨女士认为 他和丈夫是合法夫妻 反而他却像个局外人 此时律师开始质疑 是否是杨女士做错了什么事情 才导致丈夫对她感情产生了变化呢 那您平常是怎么去照顾她的 您说特别爱她 有什么样的表象 您是怎么做的 是 给她买衣服 然后那个给她洗衣容服什么的 只要我能干的我都干 那您就是认为您没有这个做错过什么 没有 导致她不高兴 或者说对您产生了这个变化 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 因为我一百跟三百的心都给了她了 可是她的心不在我身上 我就特别伤心 特别寒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